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是一个观念 更可以是一个行动 绿色幸福邀请你和他还有我手牵手做就对了 这不是魔术 它是环保玩具 Magic 台湾人口成长率趋缓 但少子化并没有冲击国内玩具消费市场之商机 从2003年的170亿元 到2005年的240亿元 三年间 国内玩具实际零售价市场值 整整成长了41.2% 每个儿童能够分配的玩具产品经费反而增加 父母长辈对下一代的用心与重视 使得玩具持续走向精致化与高品质化 实际销售金额也逐年增加 但是玩具不断太旧换新 在台湾并没有回收管道 所以玩具垃圾也成为缝化炉或垃圾野埋场的负担之一 欢迎收看绿色幸福学 让我们用绿色的行动绿色的观念 一起来学幸福 今天要聊的是玩具 我想很多人对玩具 应该都有很多快乐跟痛苦的经验 痛苦的应该都家长 小孩应该都很快乐 那今天我们一样请到了两位专家 来跟我们聊一聊有关玩具的一些话题 那另外也请到两位的观众 第一位是我们的玉芬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荣词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想请问二位啊 那个现在还有在玩玩具吗 现在还有在玩 其实不好意思问你几岁 但是现在玩还适合吗 就是会玩一些公仔类的 会有收集这样 玩公仔 对 那荣词呢 像我玩魔术方块 前一阵子还蛮红的 魔术方块是我小学的时候流行的 现在还在流行 因为就觉得可以一直转还蛮有趣的 可以打发十件 可是很多现在小朋友玩的玩具 就是几乎算是一次性 玩完就丢 其实玩具问题还蛮造成蛮多这种环保上面的问题的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专家呢 第一位是我们的环保玩具专家 黄财政黄霸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第二位呢是我们的玩具图书馆协会副理事长叶国芳副理事长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个现在玩具问题真的还蛮严重的 因为现在是少子化嘛 这几年冲击就特别厉害 可是据说玩具市场上面消费不减反增 对那个玩具消费量是增加的 就奇怪了 这个我先问一下副理事长 为什么小孩变少 玩具的消费变多 小孩变少才珍贵 所以做父母今天更舍得帮他买玩具 这个就像有些人像独生子独生女 以前小时候就是只要有求必应 家长就是拼命的让他们开心买玩具 对 原来是这样子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理解图书馆 我们借书啦 然后去把书借回来 或在图书馆里看 玩具你们现在也这样经营 所谓玩具图书馆的意思就是说 玩具如果小朋友玩过以后 没有管理 他就乱了一堆 小朋友再来的兴趣就不高 如果我们把玩具像图书这样的管理的话 小朋友要经过借 玩了以后要归还 才能够借下一样 这样的一个管理方式 我们就叫做玩具图书馆 所以是像图书馆般的管理 让大家有借跟还的过程 对 那像这个玩具图书馆的概念 在多久以前开始了 其实国外是很早就有玩具图书馆 那么台湾是2004年 开始就是有第一座玩具图书馆的产生 台湾玩具产业发展迄今已有40余年之久 在世界上曾享有玩具王国之美誉 1981到1987年 是台湾玩具产业的黄金时期 曾创下出口值10亿美元的佳基 玩具不只限于娱乐和玩耍 其实也是社会变迁的写照 对台湾而言由1960到1990年 玩具是台湾重要工业之一 而近几年台湾玩具产业 更致力于创新与研发 全世界目前最流行的科技电子玩具 都拥有台湾基因 那像黄霸是 听说你是用这个回收的东西做玩具 对 这件事情对现在小孩是有吸引力的吗 有 因为他们手作能力现在都比较差 然后又喜欢玩玩具 那我们去教他们怎么去制作 就简单 从简单的开始去学习 对 那像一般这个所谓的回收的材质 哪些材质是比较适合做玩具 还是任何材质你都在研究 怎么做什么玩具 它有纸类嘛 好 宝特瓶 铁罐 铝罐 就用现在的素材 因为宝特瓶真的是蛮多的啦 宝特瓶能怎么玩 宝货瓶 宝货瓶也可以啊 来 这边就有就有一个 这个 老鼠喔 这是黄霸做的作品啊 对 可是这看起来功能很复杂 做起来很简单吗 不怎么好做啦 这个是比较复杂性的啦 斗哥我有问题 来 玉芬请问 我想要请问一下黄霸就是关于那个材质的部分啊 除了宝特瓶之外 还有什么样子的材质我们可以拿来做这玩具 宝特瓶之外 还有就是纸类啦 纸类也可以喔 回收的纸喔 对 这就是回收的喔 所以这个是回力标嘛 对 这是回力标 现在可以设会不会来吗 要试看看喔 好 它会回来 酷 然后纸类你看这个也是回收的纸喔 这个借我看一下 这个小时候我们自己会折耶 小时候是做东西南北 东西南北恰伯伯啊 由现在就是改良版的 它就变得很漂亮 变得像万花筒 对 类似 听说你还有一类叫抑制玩具 抑制玩具 譬如这个喔 这是用废弃的鱼伞骨 或者筷子都可以 这个一点都不抑制 这看起来无聊 主持人可以试一下吗 这游戏规则是什么 游戏规则喔 你的手要借我 我手借你喔 对 OK会吗 OK会 好你放开 你的拇指食指不能放开 要把这一支拿出来 他就是抑制要动用到头脑 我不这样就开了 不行不能开就对了 对这个叫乾坤棒 不是这个我跟妳讲 这是大概给我三个小时 应该都蛮难的 这基本上就无解嘛 有解 你从我手上解 就像魔术师表演魔术这样 OK看 这个你的手 你的三个 OK你的手没放开嘛 就是 对这个就是抑制玩具 好酷喔 然后这个材料中间这个铁是 那个雨伞 雨伞的骨架 其实用筷子都可以 所以黄靶你这个 人家一直叫你黄靶 黄靶是原因是因为 你像爸爸一样做玩具给人家玩吗 也是啦 但是之前就是进入到学校当志工嘛 那小朋友就喊黄爸爸 黄爸爸 那喊习惯了之后 就全校一起喊啦 现在可能整个台湾都是这样喊 是喔 斗哥我有问题 我想请问就是要怎么样 就是设计玩具的时候 要怎么样引起就是小朋友的兴趣 让他们会想要玩这样玩具 就是因为可能小朋友看到那个 他并不知道这项玩具要怎么玩啊 就是要去教啊 要去教他们怎么去制作怎么玩 你当然是东西先拿去 你要先去吸引他 你要操作给他们看 那那个黄马你在这个一般时间会开放工作坊 让大家去做玩具吗 整天开放的啊 是喔 我是自己在开面馆啊 然后就在店里面有什么玩具都有啊 都摆在那边 所以一边卖面 客人他可以参观啊 如果想学的话 他们可以组团过来做DIY 那现在不只是小朋友在学 现在连大学生大专生都一直想要学这些东西 他这么大的小孩学着干嘛 他们也不会玩啊 他们学了之后可以去偏乡去教小朋友 把它变成是一个他们可以去跟一些偏乡小朋友互动的一个媒介 或者到国外像到缅甸啊到那边比较偏远地区的去教教他们怎么做 是是是是 因为今天的那个黄霸也有带一些他的手作的这些玩具啊 我们都可以到石座区来看一下黄霸带来的玩具啊 到底他的好玩在哪里 然后是不是也可以顺便教一下我们可以怎么做 好 我们到石座区 看起来都是回收的东西 这是小朋友的那个安全店 对 这叫巧拼啦 巧拼 这是光碟片 光碟嘛 那这是我们的工具 好 那我们先讲一下黄霸带我们要做什么 就做一个光碟卫星陀螺 陀螺 对 玩法我们先玩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怎么玩嘛 对 搞不好不有趣的话大家就不想做了 它直接从那个吸管那边会整个上升啊 然后就固定在那边一直转了 对 它会转到接近90度 没有动力才会掉下来 哦 可可可 那先赶快教我们怎么做吧 好 好 那 所以很简单 我们主要材料就是巧拼 巧拼 好 采起来就像这样 可是这个要用什么工具嘛 来 工具很简单 一支铁管把它磨锋利就可以了 好 这边很锋利 很锋利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上面 我来做做看 好 你旋转 不然你常常做的是专家 用旋转 就是要让我们这种 好 OK了 OK 听到铺一身就可以了 拿起来 拿起来 在里面了 对 拿起来 那就把它点出来 它就一个了 所以这个铁管可能做的时候 稍微花点工夫 工具的部分 它要比我们光碟的孔 要再大一点点 它塞进去才不会掉 先用这个圆锥 先用圆锥 这圆锥也是回收的东西做的 在中 大概找它的中心点 两边的中心点 你先试一下 然后把它 灌出来 贯穿 因为竹签力量没有那么大 它用蛮大的力气 这要铁的 对 把它塞进去 它塞的过程 有可能光碟会偏会裂掉 对 然后这个竹签 刚刚我们不是有 顺那个洞 对 顺洞 把它插进去之后 这边已经完成了 这边已经完成了 我们还有一条线 这个线也是回收的 虚掉 是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是宝特瓶 瓶盖解开之后 不是会卡在宝特瓶上面一个圈圈吗 那个圈圈啊 你就用这一支把它弄出来 用圆锥弄出来 然后把它挡上去 就它变成是固定的手拉环就对了 对 那缠线很简单 你就把它绕上去就好 绕上去就好 你就随便找个管子 吸管什么管都好 吸管太软了 比较硬一点的 原子笔的笔管 原子笔的笔杆 对 笔杆 然后你当成把手 当成把手 库罗 库罗 然后刚刚那一块一块 那个色块就变成线条了 对 它就有一种图案 光线一照很漂亮 非常漂亮 刚刚看到黄霸那个光碟就做陀螺 那真的非常简单而且好玩 对 光碟 其实我开发了蛮多种玩具出来 陀螺 风车 然后就是橡皮筋那个动力车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一直在收集这些资讯 看怎么样撞集出一些新的点头 还有国内外的网站 你要去看 去找资料 看有没有什么新的 可以利用这些废弃物 去把它制作出来 好 如果这样讲 你再看国外网站 那国外做这样所谓的 环保玩具的人 数量上或风气上 会比台湾更盛行吗 有 还是有 比如说那个捷克 他们就是把宝特品做得 非常的精致化 就是所谓精致化 就是做到多精致 类似大概可能像这种的吧 这一只死前大蟑螂 好特别蟑螂喔 这个好厉害喔 这其实如果真的仔细去设计的话 搞不好都可以设计出一种艺术品出来 所以未来就是你希望在跟更多小朋友 更多学校接触的过程里面 有更多的新的想法 跟了解更多小朋友的需求 然后再去发明新的玩具 那我们待会要跟这个理事长 稍微聊一下 所谓的玩具图书馆 大家我想大家对玩具图书馆 应该很有兴趣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家里小朋友一直在买玩具 怎么办 这也不是办法 如何让你的小朋友 在不买玩具下 能够跑到一个玩具图书馆 好好在里面的悠闲的 跟其他小朋友互动 玩一些他觉得是新的 从来没玩过的玩具 我们下个单元来访问我们的副理事长 原本是一间不起眼 甚至破旧的阅览室 现在摇身一变 成了大人小孩都爱的玩具屋 里面充满了模型 布偶及各式各样的玩具 对小朋友来说 真是份玩不腻的大礼物 有整组的你们就一栏一栏 它可以凑成像这样子 可以凑成整组的 就是一栏一栏 然后没有办法凑成整组的 就类似的放在一栏 拼图要是鱼丝的一两片 那个玩的小朋友 就会觉得很无趣 所以我们拼图都会先把它拼过 这位我们这位金融人员 就专门负责拼图的部分 那有缺件的部分 他会把它用另外一张纸 把它弄好不过你 这个我们回收回来的时候 只有这个车子 但是这个已经没有了 都掉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这个东西 拿那个不要的木头木板 然后先到这个形状画出来再刻 这些玩具图书馆的志工们 不仅手巧 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创意的心 和敏锐的眼睛 能画腐朽为神奇 将垃圾变成小朋友手中喜爱的玩具 变成的玩具店有很多的玩具 而且有些玩具是经过专家设计的 它是很有教育意义跟教育价值的 那这些玩具陪伴小朋友 其实对小朋友的发展是很有利的 可以增加它操作的能力 另外也可以促进它脑部的发展 这两个背包都是一个玩具图书馆的延伸 因为我们的玩具图书馆 见再多也不够 还不如由要服务的同学背着玩具 直接的深入到偏乡部落去 让这小朋友也能够享受到 这个玩具的乐趣 因为我们在全国各地设有玩具图书馆 那我们设了玩具图书馆以后 小朋友要到玩具图书馆来 是没那么容易 有的父母亲也没有办法 带小朋友来这边玩 所以我们就想到说 那小朋友不能过来 那我们就可以过去 那我们就移动城堡 这移动城堡平时可以缩起来 那么到了现场的时候把它张开 然后地上我们铺地垫 小朋友在那边玩很方便 那么玩具城堡 小朋友进来的时候一定要脱鞋 鞋子要摆放整齐才可以进去玩 小朋友在这边可以学到很多的规矩 就是说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教育的意义也很重 小朋友在这边学习到 怎么样去遵守游戏规则 遵守一个场地的一个规则跟限制 可以带五百 这一次 带四百 带一支 好 拼出来哦 成立八年的玩具图书馆 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资源及制度 透过数十间玩具图书馆 五间玩具物流中心及三部玩具巡回车 让更多城市里甚至偏乡的小朋友 都能有机会在成长的过程中 透过玩具有更多更副创意的发展 也让小朋友从接触玩具中 参与环保与爱惜物品 让影响力远远伟长 我想观众朋友刚刚看完那影片之后 一定很想知道玩具图书馆的一些细节 所以继续我们要跟副理事长聊一下 这个玩具图书馆 现在有多少分馆 那是台湾各地都有了吗 台湾目前有一百多家 是 所以他是在学校里面 还是在一般的 像图书馆分布在每一个县市的街道上 或某个区里面 我们大部分都在学校里面 起先玩具图书馆是设在 像副幼中心 像区公所 还有在有地方是设在教堂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没有志工去管理 我们只要 后来我们想到如果设在学校 一方面少子化 很多学校在减半 它有闲置的空间 设在学校里面 老师又可以加以运用 而且又有志工 所以如果把玩具图书馆设在学校 那是蛮理想的 所以目前新设的玩具图书馆 很多是在学校里面的 所以是主要设在小学吗 小学也有 幼稚园也有 幼稚园也有 是 那像说一般你们这些玩具的来源 都从哪里来 我们都是募集二手玩具 因为孩子长大了 玩具再放在家里面 它是占空间 那么丢了以后就变垃圾了 对对对 玩具70%以上都是塑胶制品 那丢了变垃圾的时候 只有一个处理方法 就是焚烧 是 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那如果捐出来以后 我们有一大批的志工 去清洗 整理 然后甚至于修复 然后我们就把它分装 成一袋一袋 这个是在物流中心做的部分 然后我们在各地建了玩具图馆 那么玩具图馆里面的志工可能不够 我们就把玩具送到那地方去 让小朋友可以玩 那像一般这些志工是 你们自己协会里面的志工吗 我们志工有很多种 第一种就是他志愿来当志工的 第二种是我们跟老委会 多元赔利专案 里面金融人员 第三种是大专院校的学生 他们也会到这边来当志工 所以我们有很多类型的志工 那像这些来的玩具 品相会很糟糕吗 还是一般送到你们那边去 都还OK的 坦白说了是这样 就是比较高档的玩具 尤其像逻辑性 这种玩具 它买的时候就蛮贵的 放在家里占空间都没玩 可是要捐出来的时候 就有点舍不得 对 没错 因此我们说的玩具 其实有很大量是公仔类的 是 那么公仔类的玩具 其实再利用的价值 其实并不高 所以我们就会去想 怎么样让这些玩具 能够更发挥它的功能 好 我想大家应该很好奇 这些辛辛苦苦收集来的小公仔 然后变成垃圾之后 在玩具图书馆会 以什么样的面目呈现呢 我们现在就到实作区来看一下 这些玩具图书馆里面的 这些小公仔 好 我们到实作区 了解了 我要先说明一下 我们回收的玩具 通常是没有包装盒 那玩具要用什么东西来装呢 我们也考虑了很多 后来我们想到 每次选举的时候 或者说什么会的时候 很多的旗帜 活动啦 所以你现在这袋子 全部都是用这个做的 对 包括束口袋 然后我们可以把玩具的品名 就把它弄在这个袋口 是 这样我们就知道 这个玩具是什么东西 这是装盒 龙齿 你看那路上 很多这种旗帜标语 没想到可以这样弄 对 真的 请它不要丢掉 也可以把一些像废弃的窗帘布 化成跳棋 然后这个跳棋呢 就可以把公仔当成棋子 每一种不同的公仔 就是一国 比方说猫 猫可以一国 对 然后狗可以一国 对 像我知道这个大学 现在很流行 有一个桌游社 桌上游戏社 对 他们就很多这种纸牌游戏 这种走那种几步的游戏 其实可以设计一些新的游戏 符合现在被淘汰的这些公仔 对 所以我们也很需要 这样的一个设计人才 到环境图馆来去发挥他的长才 然后这个是我们一般常见的 夜市常看到的 那我们就请这玉芬 代表我们玩一下 虽然可能对你来讲 有点这个幼稚 这个是一个公仔 回收的公仔 把它粘贴在上面 但这像算一算有五六四 四五十个公仔用 对 让它变成它可以用的东西 喂 你是不是玩过啊 太久没有玩 对 我看到这么多 大家辛辛苦苦收集的这些公仔 然后变成垃圾 其实真的有 太可惜了 就是当初干嘛花那个时间跟钱呢 可是现在看到玩具图书馆呢 它把这些东西全部接手 然后变成另外一个新的游戏 然后变成一个那么多玩法 然后可以攻其他人再度使用 我觉得这真的是让我们大家要反省一下 我们平常时候消费这些玩具 消费这些东西 去换的这些小公仔值得吗 还是有另外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力量跟我们的钱 可以有更好的方向去使用呢 刚刚看到那些公仔 就是变成你所谓灾难之后 其实变化成很多各种不同 很有趣的游戏跟玩具 那像也不可能所有收的东西 你们都合用嘛 是 比方有一些人就真的是白堆垃圾什么 也有可能会丢到你们那边去吗 我们有对于第一个绒毛玩具 我们不收 第二个刀枪类的不收 因为刀枪类的 其实它在生命教育里面是负面的教材 那绒毛类是因为它的卫生不太容易维护 要共同玩 轮流玩有困难 虽然说我们说不收 可是还是会有收到一些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把它清洗以后呢 尤其是天灾 有像八八风灾以后 送给灾民当成他们 那是用送的 让他们变成个人的一个宠物 类似这样一个情况 最近因为绒毛玩具 其实有一种很重要 很温暖的陪伴的功能 但是我们说不收的原因是因为 只要我们说要收 那就会变成灾难了 所以如果你大量开放的话 对的 量太大 对 不行 所以观众朋友 绒毛玩具 如果你要给绒毛玩具图书馆 千万绒毛玩具不要过去了 因为量太大了 而且卫生不好维护 对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处理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像一般 我还有问题 对 就是关于刚才副理事长 提到绒毛玩具的卫生问题 那比如说像一般塑胶玩具 其实我们小朋友可能玩一玩 可能上面会沾一些口水 或者是他们手比较 就是摸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再去玩 那这样子可能很多人 同样就是玩那玩具的时候 那有没有一些就是 就是会传染来 对啊 清洁的方式 比如说像图书馆 可能大量的玩具 那这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去处理 好 这个观众问的问题 非常好 非常好啊 那么我们在各地的 玩具图书馆里面 通常我们都会有一个洗手区 小朋友来之前 我们教他先洗手 再进去玩 玩好以后出来要洗手 在玩具图书馆里面是不可以吃东西的 这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我们在玩具在还没有出去之前 是有经过清洗 那么清洗的时候呢 是我们有一千分之五的那个就是漂白水 去消毒用的 另外是婴儿玩具呢 我们另外有酒精擦拭 是 所以我们这第一步的处理 第二步呢 在玩具图书馆里面 他们利用休息的时间 他们有的是装设的紫外线的杀菌灯 可以去做一个消毒杀菌的一个功能 所以它其实有很多个步骤 所以为什么说要玩具图书馆 那个必须要有人管理 就是卫生的部分 那么如果在肠病毒流行的时候 或者说有一些疾病流行的时候 我们玩具图书馆会关闭一段时间 是 所以有那种流行病发生的时候 就把它关闭了 不让它变成是一个这种传染的场所 对 我觉得教导小朋友去洗手 使用前使用后的洗手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习惯 这个会避免很多的 像我们玩具图书馆 负荷很重的这种清洁的一个问题 是 所以你有玩具可以玩的时候 你叫小朋友做任何事 他大概都会点头同意 对 包括刚才主持人说的 因为到玩具图馆来玩 玩具图馆通常我们都会铺地墊 让他做得很舒服在玩 因此要求他把鞋子拖在外面 而且要求他把鞋子白放整齐 他都会听你的 因为那边有玩具 对 因为如果不这样做 就不能进去玩玩具 对对对对对 所以在生活教育上面 也是有很好的方法 所以每一个玩具图馆都有一个管理办法 管理办法就会公布在玩具图馆的门口 世界最早的玩具图馆 立可提出现在北欧斯坎地纳维亚地区 是为一些特殊需要的孩子 及家庭设计的机构 经费来自于地方社区 工作人员大多是特殊教育的专业人员 服务方式是每个月有固定的家庭访问 工作人员会带适合这孩子的特殊玩具 到家中教父母及孩子使用 这样可以避免父母带着特殊孩子 往返奔波之苦 斗哥 我有问题 来 容姿 我想请问就找小朋友他们去玩 然后不小心把玩具玩坏 那他们是否要赔偿呢 还是会有什么样的处理 这问题很重要 在图书馆里面把书看坏了 是要赔的 所以玩具图书馆的玩具玩坏 怎么办 很容易吧 玩具是一定会坏的 对啊 但是我们看它是玩坏的 还是故意破坏的 是 如果故意破坏的 我们会有一个惩罚的条例 那么这是各玩具图书馆里面 他们会规定的 那如果是自然的玩坏 那玩具本来就会坏啊 那坏了也没有关系 我们回收 我们有一批所谓 医生 玩具医生 去修理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修理好以后 继续地再让它使用 那如果真的坏到 没有办法修理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把玩具呢 做其他的用途 比方说是改造 把它贴在墙壁上 当成装成艺术 其实都可以 因为玩具其实是有年限的 像塑胶作品呢 大概超过了七年以上呢 它的材质就不太安全 容易粉碎啦 对 那么有的是 尤其是在曝晒以后 它就会坏掉 那个时候 对 我们也有 就把它上了漆 然后把它装在 贴在墙壁上 成为装置艺术 现在听起来 玩具图书馆是一个 利益非常好的 而且我觉得在 现在普及在社会上 也非常有功效的 不管教育意义啦 资源回收上 都很有功能的 那可是 它推行上有没有困难 我相信 一件事 炒的事情 推行上还是会有一些阻力吧 所以我们在 推动玩具图书馆的时候 通常我们跟地方政府合作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只要设在学校 校长很有热忱 老师很有设成 可是老师会 校长会掉校啊 老师会升主任啊 那么这个玩具图馆 是不是那个持续 就要靠地方政府 如果把玩具图馆 当成为一个政策的时候 这玩具图馆就比较容易 持续下去 因为它必须一直存在 就是它的功能呢 就是玩具图馆的推动的 一个效果呢 是它的业绩 而不是特色的时候 那么承办的学校 或者是老师 就会更用心的 在这一块方面 就会把这个玩具图馆的功能 发挥到更好 那现在在做了吗 落实了吗 当然是这样落实的啊 所以为什么 玩具图馆一百多所 是集中在某些地方 那有的现实 目前还没有 那么我们也跟地方政府 在联系洽谈当中 我们希望地方政府 是玩具图馆是设计化 就是说 是你要玩具图馆 我帮你建制 建制出来的玩具图馆 是地方政府的 并不是我想要 在你那个地方设置玩具图馆 这个概念是这样子 所以你们在设计 玩具图馆的同时 在各个地方设置 那只有在台湾这边设置东西 不 因为在去年 台湾的清华大学 北京的清华大学 跟香港的中文大学 我们共同在新竹县的 新乐国小跟梅花国小 设置玩具图馆 那么因为他们距离都很遥远 我们在Facebook上面 做联系 并且把图构置好 其实他们都很有做功课 他们设置的玩具图馆 就有太亚族的特色 那今年我们是在花莲 就是北京清华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跟台湾的清华大学 在花莲设置玩具图馆 今年的12月27号 他们要在缅甸 纳需设置玩具图馆 缅甸啊 对 那么我们也会去支援他们 那我们是know how输出 我们是帮助他 协助建立玩具图馆 所以意思是说 在比方在大陆也好 香港也好 或缅甸也好 玩具图馆这概念 其实一直还没有被建立起来的 有啊 因为我们每年的寒暑假的时候 大专院校的学生 会到辽国 越南 中国大陆 印度这些地方 去服务学习 他们服务学习的时候 我们就让他们在那边 把玩具带过去 玩具可以到那地方以后 他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 就协助他们建置玩具图馆 这也是台湾就是我们的 玩具主管协会 输出 输出 把这个观念输出出去 对 目前东南亚国家都有 最远到达的十瓦季篮 是 所以这花了几年时间 做到那么大一个推广 目前只有九年了 九年的时间 所以未来的计划商应该还会希望更多地方 更多对 尤其是国外有一些像柬埔寨或者越南 他们有一些偏眼不弱的小朋友 是没有玩具可以玩的 所以玩具躺在你们家的角落里面 它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玩具 可是如果它出来让大家一起玩的话 它会变得一个非常有生命 而且非常有用处的玩具 接下来下个单元 我们要找到一个学校的校长来了解一下 这个玩具图书馆在学校到底发挥了什么功能 在桃园县复兴乡的魁辉国小 叶国芳和志工正在把玩具图书馆带来的玩具搬下车 准备给小朋友一个惊喜 这是我们玩具主管里面的玩具 今天送来魁辉鬼小 让小朋友能够玩这种玩具 因为我们需要环境很小 校舍也不够 所以我们就用玩具城堡图书车的方式 希望能够让部落的家长 孩子也能够接触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 小朋友 玩具来了 这里是全国首例免费招收 二到三岁偏乡幼儿的幼稚园 在这里不仅能让部落孩子有机会就学 还附设了个玩具图书馆 你也很喜欢玩这种玩具 结果后来在一次很特别的机缘 就是讨论我们学校 有没有可能有玩具图书馆的场馆 因为我们学校对面的托儿所 相立托儿所 因为幼托整合的关系 所以本来要进来 但是我们学校没有空间 后来因为他们地幕不合 就要被迫关闭 那孩子就要到很远的部落去上学 那后来教育局很有心地问 我们学校有没有机会成立幼儿专班 所以就在这么多人的帮忙之下 我们成立了幼儿专班 然后也在楼上增建了玩具图书馆 那我们跟罗校长接触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他是一个很有热忱的一个校长 他愿意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们在执行这样的工作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顺利 所以我们跟罗校长认识以后 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把我们充分的资源提供到给这个地方 这些玩具有些是意志类的 有些是建构类的 意志类上有的是刃颜色 或是牌序列 或是你刚刚看到有的是拼图 拼图可以让他知道部分跟整体的差别 他们也会学跟别人分享 跟别人相处 然后跟别人轮流 或者是里面有一些建构刃值的东西 都可以从里面学到 因为现在的玩具都是固定一批一批上来 那如果之后可以尝射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可以固定的时间 带小朋友上去玩 然后我们就不需要等这一批玩完 再换下一批 就是可以有固定的时间 小朋友固定去练习 怎么把玩具拿出来 怎么收拾 怎么玩这些东西 对孩子来说 他的接受玩具的机会会更多 在这么多人的协助下 幼儿专班的玩具图书馆才得以产生 不仅是在大城市 玩具图书馆的影响力 已深入乡镇 加汇偏乡孩童 现场我们邀请到另一位来宾是我们桃源县复兴乡魁国小的校长罗又怜罗校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罗校长 聊一聊现在你们魁魁国小也有玩具图书馆了吗 我们非常幸运 就是在我们玩具图书馆总管 还有理事长督导 还有很多志工伙伴的帮忙 现在努力建制中 在建制中 是 当时为什么想要建立一个玩具图书馆 因为我以前在当老师的时候就在赴音箱服务 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泰雅族的孩子 其实非常活泼可爱 天然的资源很多 但是家庭的功能是学校需要帮忙的部分 那其实玩就是人的天性 每一个人都喜欢玩 但是孩子因为家庭因素 所以其实玩具是不多的 所以我很希望我们的孩子 也有这样的一个资源跟管道 那很高兴他们愿意来帮忙 那这些我只是希望说 有机会可以带孩子去总管玩一玩 或者是有传爱背包 可以传到我们学校 没有想到很惊讶的是 他们有玩具城堡车 就是副理事长讲的移动城堡车 对 那个部分我们其实在第一年 那我们在运动会的时候 玩具城堡车来的时候 非常有趣的是小朋友反应热烈 连大人都非常喜欢 大人也去玩 大人太爱了 有些部分 其实是孩子从来都没有遇过的 没有看过 没有玩过 那有一些比较环保 有一些是我们小时候玩的 只有大人都非常的喜欢参与 然后回忆童年 我记得第一次运动会 在傍晚他们的车子要收的时候 我们的小朋友非常难 难过的 他们要走了就趴在那个帆布上面 不让他们离开 不可以走 不可以走 还想要继续玩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就感到这些孩子迫切的需要 那在第二年的时候 也因为刚好我们那个废弃宿舍 其实过去是文子馆 也是将近三十年的旧宿舍 其实我的理念就是 学校绝对不要死角 那我们的校园空间其实很小 那要善用这样子的废弃空间 那我想他们是更有创意 更有想法 所以几次到我们学校之后 发现这个空间是可以善加利用 那刚好我们幼儿园呢 有增置一个幼儿专班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空间 改建之中也一起来增设 我们的玩具图书馆 那除了我们自己本校的运用 然后希望能够拓展到部落 因为这个幼儿呢 从两岁一直到我们国小之外 我们部落孩子也很喜欢玩具 再来就是复兴乡 目前呢 没有一个常设性的玩具图书馆 当时候回国小的小朋友 在没有玩具图书馆这个概念 或服务进驻的时候 他们平常干什么呢 对我们外地人过去 会觉得哇好美的风光 因为是在石门水库上演 大自然耶 对所以跟着家长就是种蔬菜水果 那玩什么呢 操场打球走来走去 所以我们第一年是建置一般性的图书馆 暑假很热中午十二点 太阳非常的大 只好再继续去打篮球 我那时候就意识到这边的孩子 除了这样子的活动 好像真的需要给他们很多一些 有机会玩或者学习的部分 所以我积极努力找很多机会跟资源 那其实认识理事长他们也是一样第三年而已 但是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他们的用心 让我自己更有动力要做这件事情 绿色学校是以学校为基础的环境教育策略 新目标是达到师生个人环境素养的建立 教学方式及内容的改革 学校组织政策 硬体空间的绿化 绿色学校近年来 在许多国家蓬勃发展 包括欧洲的生态学校联盟 加拿大的种子学校 美国 澳洲 日本 中国大陆 及台湾的绿色学校计划等案例 你觉得小朋友都需要玩具吗 其实玩是一种天性 即使没有玩具 他玩沙 玩水 也都在玩 都在玩 那偏乡部落的小朋友 就是对玩具方面比较缺乏 他们虽然说没有玩具出馆 我们都有玩具图书箱 我们用收纳箱的方式 把它送到学校 那么学校用移动的方式 就可以让小朋友去玩 所以在复兴箱的学校 大部分都是移动式的 玩具图书箱比较多 是这样的 OK 董哥 我有问题 是 玉芬 刚才我们有突然想到 就是现在其实讲到小孩玩玩具 可是很多都会的小孩 他们玩的玩具是 比如就像电动玩具 或者是平板电脑那一类东西 那像这样子的东西的话 像玩具图馆这边会收吗 因为小朋友看太多的节目以后 他反而没有办法专心 所以玩玩具呢 小朋友可以在里面 真正的一个很专心的在那边玩他的玩具 我觉得对孩子的专注力跟成长是比较有帮助的 所以你们是再好的平板电脑 再好的电动玩具都不收的 我们目前没有说这东西 不过这都市里的小孩 真的就是每一天看着那个荧幕在玩也有的没的 那像罗校长 那个你们好像在建立玩具图书馆过程里面 学校在推动一些环保的一些事情 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到底推动哪些项目 我想环保环境教育 这个是每个学校都有在推动的 但是我们学校很特别是 得天独厚我们是在十分水库上游 所以我们接触就是大自然最自然的一个情境下 所以我们希望是在生活中 让孩子去体验环境保护的重要 所以第一个像我们的营养午餐 我们尽量用天然的食材 然后在洗餐盘的时候 我们就用茶籽粉天然茶籽粉 而不用洗碗精 最环保天然的东西 对然后我们的饮用水或者是 都是用很环保的方式来引进 另外我们在课程发展 我们是融入课程 所以让孩子在生活中学习 学习怎样做到环境保护 而不是很高远 或者要花再花钱才能做到环保 这样的一件事情 就是随手可得 像基本的资源回收保护环境 那利用我们的课程融入来教学 是 那我们会发现说 我们这边还是很特别的是 像玩具车来 他们反而喜欢喜欢我们那个小时候 我们这个年代小时候做的这种手工玩具 看起来很土的那种玩具 对 因为他们接触的生活环境 就是很自然的一些资源 还有一些建材 所以他们喜欢这样子自然的玩具 然后再善用各种方式来设计 他们自己要玩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玩具这个玩的过程 就有更多的创意出现 所以副理事长 听罗校长在分享 我觉得好像在每一个学校 设立这么一个玩具图书馆 好像是非常重要 那你们未来有企图 把这个玩具图书馆推广到 全台湾每一个学校里面吗 我们非常喜欢 希望 可是问题是 第一个 要有空间 第二个 主题式的要有这样的心 愿意 那么所以我们希望能从地方政府开始 因为地方政府重视了 学校的负责老师 或者负责的校长就会支持 所以我们的玩具图书馆通常是在 地方政府的支持之下 那么就可以在各个地方去推广 另外就是我们也希望他们要有志工 因为玩具图书馆它的维护跟运作 需要很多的志工去做一个协助 而且这些志工必须要有专业知识 他们才能够了解这个玩具图书馆 要怎么样去做运行 所以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 那么我们也希望玩具图书馆能够社区化 在地化让这个玩具图书馆其实是他们地方的东西 他们学校的或者说是县的一个资产 让他们的小朋友能够获得玩具的一个乐趣 不是说我们强把一些东西加在他们的身上 其实这一集在访问完副理师长 还有所有的来宾 我自己深深感觉到很愧疚的是 家里其实我儿子有非常多在角落里的玩具 是没有再继续使用的 那玩具玩具其实是一种玩的用具 那玩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它是个动态的 所以它不仅只是放在家里收藏而已 那真的很希望我们能够因为认识了玩具图书馆 然后可以把家里面原来废弃的 在躺在角落里的这些东西 恢复成它玩具的身份 再把这个玩具分享到很多需要玩具的地方 再借由这个分享能集结更多的爱心 绿色的行动需要我们亲身去实践 幸福感也会在实践的过程中 一点一滴回馈给我们 绿色幸福学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谢谢绿市长谢谢 谢谢 老师长谢谢 谢谢 因为我们后来的